接下来我们要教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教的问题叫做视野问题 所谓的视野问题的意思就是说 有个镜子放个东西 请问你我能不能在镜子里面 看到那个东西 看到那个东西的成像 这个问题叫做视野问题 能不能看得见 它的解决方法我有教三种 这个是一般老师教的解法 还被人骂过说这里没有科学知识 但实际上是有科学原理 只是老师不解释而已 怎么做 第一个 画成像 画成像 把成像画出来镜子雾画成像 问题是你怎么画 你要怎么画 你用什么原理去画它的成像 你用什么原理画它的成像 我忘记要找男生的女生了 12 12号 你再找男生对不对 12 12 12 来我要用什么原理画成像 我们用什么方法画成像 不知道 然后我要找你 画就刚刚教的方法 字句等于像句 距离一样的地方 画一样大 大小中头 左右相反通常不重要 因为你只是要知道那边有东西而已 但是如果你要画得很正确 你要画左右相反 如果你只是要画东西在那边 你不画左右相反也没有关系 画一样大就好 所以第一个用物句等于像句 然后就在画哪个点上 然后画一样大 然后左右画相反 就是画出成像的方式 然后 第二步 把眼睛跟成像连成一直线 把眼睛跟成像连成一直线 然后就看第三步 看它有没有通过镜子 现在有没有通过镜子 就表示看不见 如果有通过镜子 表示怎样 看得见 这个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原因 这有道理 只是平常老师上课都不讲原因 那是因为 我能够看到镜中成像 就表示有光线打到镜子 然后弹过来 镜到我眼睛 表示有光线打到镜子 弹过来 镜到我眼睛 然后我向后延伸会看到成像 所以我的眼睛跟成像 一定会经过谁 一定会经过镜子 有经过镜子 才表示有反射啊 没有就没有反射嘛 所以他一定会通过镜子 这个原因 一般老师都是这样教的 一般老师 都是这样教的 就是 画成像 连直线 看有没有通过镜子 有通过表示 看得见 没通过表示 看不见 第二种画法 东西可以发出 无限多条光 我们找最旁边两条光 然后呢 画出反射线 一样的问题 你怎么画反射线 你用什么原理 画反射线 可爱的 小老师大人 你用什么方法 画反射线 请坐 重点就是 你刚刚讲的那个 入射角等于 反射角 就是所谓的 反射定律 入射线 反射线 跟法线在同一个平面 入射线 反射线 在法线的两侧 重点 入射角等于 反射角 画完 画完之后 刚刚跟你讲过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 镜中成下 因为有反射光 打到眼睛 现在有最左边 跟最右边的反射光 所以你的眼睛 如果在中间 这个范围 就表示有反射光 可以进到眼中 你就会看得见 所以叫看得见 现在的眼睛在范围内吗 不在 就是说看不见 看不见 如果大家发现看得见 这个很适合 一种题目叫做 东西一个 眼睛很多支 哪些眼睛看得见 哪些眼睛看得见 这个解法有个变形 这个解法有个变形 就是 画成像 画成像 然后由成像去连镜子 然后一样这个范围 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形 因为刚刚讲过了嘛 反射线会延长会经过成像嘛 所以那个线是一样的 所以你刚刚打到那个反射线 然后把它延长就叫成像 所以我可以由成像去 连出那个左右两边的线 这就画成看得见 这是一个变形 第三个方法 刚才讲过是要反射光进眼睛 所以我用眼睛出发 因为呢 一样的嘛 打进来弹出去 倒快走一样 倒快走完全一样嘛 左边射进来 右边弹出去 改成右边射 左边弹出去 这个线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从眼睛画过去 从眼睛发出来 一样 根据反射定律 发反射光 这个范围看得见 这个范围的就是 那个反射光有办法 射进眼睛里面 有办法射进眼睛里面 所以这个范围看得见 范围上面的范围内 所以看不见 这个很适合解决 这个眼睛一只 东西很多的 好 问你看得见 或者是看不见 问你看得见 或看不见 OK 好 有问你吗 有问你吗 没有 好 来 这里有XYZ 这是联考题 XYZ 请问你能看到谁 这个 这个其实不清 题目出的不够清楚 因为有一张会看到一半 它要指的是全部看见 这里是 你可以画XZ 这有格子 这里的格子都帮你画好 所以你可以去画出XYZ的成像 然后去连 可是连那个问题 它的框框有四个角 要连哪个角 你连出来的角 答案可能就不一样 因为 我刚刚有没有看到一半 按照我的教码是 一个眼睛东西很多个嘛 所以呢 我们从眼睛画反射光 有格子帮你做 很容易画 很容易画 好 谁都在反射光范围内 Z Y只有多少 一半 所以Y可以看到一半 Y看到一半 谁可以全部看见 Z 所以答案是C Z全部看见 所以答案是C 可以吗 可以吗 那就换你们 这里呢 有四个镜子 然后呢 把它放在桌上面 从甲乙到乙 请问你谁可以看到全部 来 你把它从甲乙到乙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有一根棍子 就是甲到乙这么长的棍子 放在上面 问你谁可以看到全部 从哪个镜子 可以看到这全部的棍子 还有底下 虽然分成四个镜子 你要把它全部连在一起 变成一个镜子 OK 但是这个有个范围的问题 范围的问题 好不好 范围的问题 这一题如果用 一般老师叫解法做 会比较好做 什么做 画成像 你就把这个ABC 当成一面镜子 画它的成像 然后呢 连到眼睛 看哪一个 看它会 哪一个 因为有一个甲嘛 甲连过去嘛 再连它底过去 看谁是 两个都有通过镜子 就表示你完全都 看得见 OK 听到我意思吗 谁会完全看得见 不要乱拆 乱拆常常会出错 乱拆常常会出错 谁完全看得见 你们脚印上面有图 你可以自己画一画 想一想 把ABC珠当成一片连在一起的镜子 画它的成像 连到从甲连眼睛 从影连眼睛 看它会经过 哪一个全部的镜子 OK 可以吗 找个帅哥男吧 二五 你答案选谁 你答案选B 你做 答案选A 啊 发展一下 发展一下 连眼睛 有经过全部谁 A 你会拆逼很正常 因为你觉得他放在逼的上面 你就以为他可以全部都看得到 我告诉过你不要乱拆 会出错 会出错 可以吗 有人有问题吗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